这是一只白蚊衣蚊 俗称花蚊子 它的特征是身上和腿上有白色的斑蚊 这种蚊子体型虽然不算大 但攻击性非常强 最可怕的是 它可以传播很多边缘体 蚊子属于双翅目昆虫 双翅目顾名思义 它们只有两个翅膀 后翅退化成了一对棒锤状的器官 在飞行时用以保持平衡 首先我们先来看它的作案工具 这是它的刺吸式口气 又黑又长 看上去就非常锋利 被这东西来上一针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吧 接下来是蚊子的头部 眼睛非常大 有许多像素点组成一个副眼 有点像苍蝇的眼睛 两根触须毛茸茸的 接下来是胸部 为了飞行 胸肌锻炼得非常发达 身上透着金属光泽 有一些类似鳞片的东西 看上去有点脏兮兮的 没有什么美感 甚至有点恶心 接下来是蚊子的翅膀 也有一层金属光泽 外加鳞片 我们在拍死蚊子的时候 往往会在手上 留下一些黑乎乎的粉末 其实就是这些鳞片 念在了手上 这是蚊子的腿 可以明显看出 黑白相间的纹路 接下来我们把蚊子侧过来 可以看到蚊子的身体 微微有些驼背 胸部非常宽大厚实 头很小 身上的金属光泽 更加明显了 嗯? 这是什么? 相信有人肯定认识 没错 它就是蚊子的幼虫 叫做结绝 蚊子是完全变态昆虫 对的 你没听错 蚊子就是个变态 所谓完全变态 就是经历幼虫 蛹 最后羽化成成虫 三个间断的形态 完全不一样 现在你们眼前这个家伙 能把它跟蚊子 联系在一起吗? 跟蚊子完全不一样吧 以后我会详细介绍一下 关于昆虫的变态 蚊子的幼虫 解决 通常生活在河里 水沟里 它们的生命力非常强 只要吃一些腐败的有机物 就能生存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明明家里已经装了纱窗 蚊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大部分蚊子 都是从你家里的水源里长大的 下水道里经常有水把 甚至阳台上的瓶瓶罐罐 只要有一点水 蚊子幼虫 就能在几周 甚至几天内迅速长大 羽化成蚊子 所以要灭蚊 除了装纱窗 做好一般的防护以外 最重要的是 检查家里的一切能蓄水的地方 尽量把水倒干净 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那就是下水道 下水道通常是一个U型结构 在U型的底部 常年会积压着一层水 以防止下水道里的味道往外泄露 这种地方 就是蚊子幼虫最好的成长场所了 像马桶等经常冲水的地方还好 会把蚊子幼虫冲下去 但像厨房间 卫生间的地漏 不会每天冲水 所以你家的蚊子 就是从这里大量繁殖出来的 把U型结构里的水抽干 就会让下水道里的臭气泄露出来 不抽干 又会滋生蚊子幼虫 那我们是不是就无能为力了呢? 其实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丢点药进去就行了 随便什么药 练蚊香叶 蟑螂玩什么的 甚至挤一点蟑螂药进去 都能有效杀灭蚊子幼虫 说了这么多废话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等的实验室 我是Y叔 今天我们来开箱几只大蜗牛 白玉蜗牛 据说这种蜗牛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蜗牛 的一种亚种 是由非洲大蜗牛白化变异而来的 这两个大的应该是蜗牛本体了 这两个小的不知道是什么 看看盒子里还有什么 居然是一本说明书 等一下仔细研究研究 接下来把两大两小四个蛋拆开 包装的还挺结实的 确实挺白的 还拉了一坨屎 还能动是活的 接下来拆开这两颗小的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诶 这是一只小蜗牛 我买了两只大蜗牛 老板还送了两只小的 怀疑是不是蜗牛滞销了 卖不掉了 开玩笑的 我还是要给老板点个大大的赞 然后再投个币 接下来让蜗牛爬到我手上 感觉一下手感如何 有点凉凉的 诶 感觉它在咬我的手 但不疼 有点痒痒的 这种白鱼蜗牛身上的粘液 相比普通蜗牛要少很多 不会像鼻涕虫那样 全是恶心的粘液 手感挺好的 非常推荐买回家当宠物养 说明书上说 白鱼蜗牛喜欢湿润的环境 要在下面垫一层湿润的土 大热天的 不想好楼下猪蛙图了 就用椰图代替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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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点水 好好洗个澡 再喂点食物 好像没人用柠檬喂蜗牛的吧 尝试尝试 万一成功了呢 尝试尝试尔 三天以后 来看看我们的白鱼蜗牛怎么样了 真的吃了 而且大部分肉都吃完了 蜗牛果然喜欢吃柠檬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嗯 那我会想吃的 我会不过分开 就是我们小时候 那我会想吃了 我们下午的午餐 我们下午的午餐 就会吃了 那我会想吃了 我会想吃了 感谢观看